另外一個中低風險的日本韓國 目前的情況 也都是在我們有一點擔憂 所以是列在我們的觀察名單裡面 您有說到說 就是澳洲這邊的疫情有升溫 那想請問一下 對於短期商務人士來臺的這個檢疫時間 中低風險極低風險的國家名單 有沒有要調整的 現在在我們現在大概 應該是日本韓國澳洲 日本韓國澳洲現在都列 列入我們在這一季的觀察名單 那另外一個 應該是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跟馬來西亞 這個在觀察名單裡面 那斯里蘭卡是準備要讓他到低風險 那低風險是澳洲 澳洲進來有點起來 那當然我們是在維持一個兩個禮拜的一個觀察期 再來決定我們的相關的一個行動 那至於在 所以另外一個中低風險的日本韓國 目前的情況 也都是在我們有一點擔憂 所以是列在我們的觀察名單裡面 那斯里蘭卡是狀況比較好 那可能會從中低風險升到低風險